2-3個小時 然後2-3個小時 這些家長可以在現場互相去認識 喔 你也這檔的喔 啊 我也這檔的 啊 我兒子搭幾班的 他兒子搭幾班的 然後把他拉到社區裡面來 讓他們去共同參與 畫圖這件事情 然後在這個時間當中 他們彼此可以相互的去認識 然後在由這個認識 當中我們去營造的一種社區關係 所以我們是有這樣的理念來經營社區 是 剛剛里長講了 就是說呢 我們在玩這個童晚的時候 還是說在圍圖的時候 不管是大小朋友啊 爸爸媽媽 都會有這個赤子之心就跑出來了 對啊 我們剛剛看到影片當中 里長在跳聲嘛 跳得很高興耶 對不對 是啊 所以我們就要請里長來跟我們聊聊 分享一下 就是說你的童晚節 到底我們可以玩到什麼東西 都差不多什麼時候 我們要去這個你說在微笑公園裡面 在咕辦嘛對不對 什麼時候 我們每年這個時候都去那裡玩 我們咕辦的時間 是都差不多小朋友放暑假 就是每年七八月 兩個月的期間 我們選一天來辦 那也很多啊 比如說 我們剛剛在影片中看到的 就是說 我們把那個彈珠夾到 用筷子夾到 那個 另外一個那個碗裡面 那個訓練小朋友 他那個手夾彈珠 因為彈珠是遠的 他訓練他拿筷子的那個能力 然後也訓練他的平衡感 這種遊戲來講 他不是危險的遊戲 而且是可以很輕鬆之下進行 你看那個橡皮筋對打 他在桌子上對打 然後他不是有什麼彈力 他只是慢慢的推 然後把橡皮筋藏在沙裡面 然後用藏藏的竹竿把它找出來 那也是一種尋寶的那個 樂趣 活動 像我們以前小時候玩過的昂阿飄 我們甚至跑到屏東去 現在已經絕版了 然後把昂阿飄找出來 它裡面有很多圖騰 昂阿飄有很多那個布袋系的圖騰 然後讓小朋友 藉由這個圖騰 的方式刺激他 對畫畫或是對圖畫那種敏感度 然後藉由遊戲當中 他去學習說 那對色彩的那種感覺 還有你看那個跳繩或是踢墊子 藉由這個跳繩或踢墊子 來增進一些健康的活動 因為現在小朋友不見得說 他就是喜歡運動 所以很多是回胖的 所以我們是想說 藉由這種遊戲當中 讓他可以適當的活動 然後也可以幫助他做一個新陳代謝 是 我現在聽起來 我覺得你們以前在玩的東西 都比較好玩耶 比較有趣 比較健康 現在呢 這個小朋友都是在玩電玩 看電視打電動 或者是網路電腦的 對 可能對他們的 可能就是這個眼睛 就不是很好 對啊 所以現在我看你們那個 我們在旁邊看 我還沒有玩 我都覺得 哇 怎麼這麼有趣 對 那里長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活動 是 都非常適合這個大小朋友一起參加的 就是騎這個替北 騎單車 而且那個路線相當特別是 環繞哪裡 我們就是環繞 我們微笑公園到合體 合體到明城路就是環繞一圈 然後這個霞長袋 這個微笑公合體相結合 差不多有五六公里遠 然後我們騎一圈的話 差不多五六公里 你把它一圈的話 大概有十至十二公里 然後就是說 你在騎這個公園的時候 順便可以認識一些朋友 順便也可以帶動大人跟小孩之間 彼此親子關係的一種互動 然後我們也可以運動 所以也可以借著腳踏車來運動 運動以後又可以變成一種習慣 所以我們在社區裡面是 盡量在營造環境跟人的和諧 對 健康營造的一環 對 所以剛剛里長也有提到 我們社區當中這個浮原相當遼闊 對不對 還有這個老舊社區並存的狀況 你這樣管理起來 有沒有遇到一些困難 就是在里長服務這方面 老舊社區就是說 新的大樓它都有 蓋地下停車場 有的大樓的地下停車場它不夠 不過它需要路邊停車 是 那就社區它都是透天柱 它會認為它家前面那個地方就是它的 所以說最多的就是停車問題的解決 所以我們增設了很多公共的停車場 好像是像在微笑公園自由路路口旁邊 我們就蓋了一個停車場 就是讓附近的人去停 然後我們鼓勵空地 我們幫它去結稅 就是說像我們在滑下路跟崇尚街口 也要客家菜的對面那些以前是荒芙一片 很多野狗 然後我們就去跟地主談說 希望那一個變成一個停車場 第一你可以減稅 市政府有這種優惠 第二環境會比較好 所以那一塊空地最後也變成一個停車場 可以停一兩百輛車 諸如此類我們推動那個地主去減稅 然後變成停車場 來符合這個社區可以停車的需求 是 然後漸漸可以去解決這種停車 因停車問題發生的恥物 就是說鄰居之間的不高興或是什麼 我們盡量去朝這種方向去努力去解決 對 遇到困難就是要想辦法去解決嘛對不對 那里長剛剛也有提到說這個大樓相當多 大家都是可能比較生疏啦 所以對你來說 你感覺這個在推動活動的時候 會不會比較難交 人家都說交團交團嘛 很多這個社區老舊部落 可能大家都比較熟識啊 有些外地在辦的時候 可能就是他號召的很多人來 對你來說呢 會不會覺得說 在這個有這些大樓林立 比較多的這個部分 要號召他們出來參加活動 有比較困難 第一是我覺得剛開始是真的很困難 要感謝貴公司都會幫我們宣傳 然後就是說我們剛開始在推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口碑 就是說 剛才我做立場搞定 我們所辦的活動我們都沒有跟里民收錢 你包括童文節 包括我們會畫 會畫比賽 所以我們的那個跳爪市場 我們從沒有跟里民收過一毛錢 當你要辦活動的時候 再辦下一個活動里民 就有印象說 我們在市場辦的都免費 都免費 都免費 然後他們就會想說來搬家 像我們來參加 像我們辦的一些健檢的 或是施打疫苗的 全部都是政府的資源 是 所以有一個口碑建議以後 他們會覺得說 我有吃還有你 還有喝勝 我們就 立場在辦 當時還要辦 他們也希望拿一些獎品回家 又可以親子同樂 然後你像我們福魯委福德廟 然後供應的那個傳統的殘草 就是吃燙 不怕你們吃啊 你們可以吃多少就吃多少 所以說 在那一個當下活動的當時 他們可以拔杯 拿到一個阿伯那個神像 那個金箔的那個獎品 然後又拔杯拿到獎品 拔杯可以吃到雞蛋冰 拔杯又可以把那個米香拿回家 然後兩個又吃燙 然後又可以唱歌 然後又可以參加我們那個抽獎活動 所以說 你只要建立這種口碑 他們會一窩蜂的來 也不會不怕說 找不到人 當 剛開始當然會怕 大樓大樓我們公告 到底會有多少人來參加 到底有多少人 對啊 然後那時候我們也會擔心 但是幾次以後我們建立口碑 然後又透過媒體的幫忙 然後我們逐漸的就找到一群 就是基本咖會支持我們的活動 像我們辦童晚節 差不多都是有三四千人 是 這就是要好看倒小步 對對對 兩天我也去拔一下 可以 那在節目的最後呢 我們是不是請里長 就是跟我們談談 因為我叫里長 這邊是非常的上進 有在寫這個論文 而且是針對這個社區總體營造的 是不是請里長來分享一下 針對這個蔡公里呢 您的社區總體營造的想法是什麼 我想說 剛剛主持人講到萬年季 我想說萬年季這種東西 刺激地方經濟 它是可以跟 跟地方特色相結合 比如說 萬年季 一個最重要的就學灰塞 是不是全左營區的小朋友 來創造一個小伙司 就是你在家裡面坐都拿來比賽 那這樣就是灰塞已經走出去了 不用就是都停留在各大廟宇 然後我們就給獎金 小朋友你第一名的 我們給你三萬塊或是兩萬塊 然後就是來比賽 然後伙司的創意比賽 然後那就變成我們全左營區 各個學校各個小朋友的一個創意活動 然後逐漸它現在有國際知名度 每一次的萬年季 它一定要有東西留下來 像我們公炮賞那個東西 我們都用磅礡做 我主張就做一個固定的 下誤會者互費 你把那個固定的留下來 過年也可以讓小朋友去公炮成 但是你要付錢的 然後逐漸的每一年把一個東西留下來 如果我們放了五屆就有五樣東西留下來 所以就變成我們地方一個公共財 然後公共財的產生我們再推 我們在舊城那個 舊城牆的那個推一個文創園區 讓藝術家都可以進駐 那藝術家進駐以後 就變成說 我如果要看木丁 我就是去 古城卡那邊看 要看月圖我就來古城 然後所有觀光客來都可以看嘛 然後結合我們的電動車 對不對 對不對 不只是由我們那個聯池潭嘛 我們葫蘆尾可以來 你用電動車再來 然後水在我們聯池潭有GR 然後有電動車還到你那時間就可以縮減 縮減的話 有那個 跟那個地方結合 所以說 他跑到葫蘆尾來 跑到鴻谷宮去 那 跑到那個北極電去 這叫 可以用那個電動車互相往來 這樣 他們在沿路還有解說員 然後跟 我們的半平山的香草園區 相結合 這是一種理想狀況嘛 對 人已經留下來怎麼辦 就住 住在我們的聯堂會館 那聯堂會館 這是晚上人要去哪裡參觀 我主張聯池潭為一半 然後做一個像我們那個劉三姐 或是那個白蛇傳 那是什麼 大陸可以 台灣也可以啊 我們來拍啊 我們在孔廟那邊 做一個舞台 然後把它圍起來 把這些人來看 看什麼 看左營各大廟宇神的故事啊 讚 對不對 那就是一個兩三天的地方營造 人留下來 錢也留下來了 是 消費也留下來了 那經濟當然會好 對 就是呢 這個賀勝處別的地方 就會把這個人潮給吸過來 對 連帶的你們這附近的這個社區 通通跟著興旺起來 這樣 這是 這是我的想法 我的營造理念是這樣 是 好 那再來我們這個要尾聲了啦 我們請里長 就是用這個簡短的人聲座右鳴 送給我們觀眾朋友 結果 我們不論 但是努力 是一定要 所以我注重的是過程 而不是結果 對 我們常常看到里長這個默默付出的身影 就是一個努力 最後呢謝謝里長 謝謝 我們謝謝主持人 謝謝志宇 謝謝 謝謝各位觀眾朋友 謝謝 公立火力灘我們下次再會囉 拜拜 謝謝